你好,这里是Chinese For Us Level 2,二级汉语,我是莉莉老师。 第十四课,口语练习。 我们一共有两个练习,对话和短文。 现在,我们开始练习一,对话。 第一遍,听录音并答问。 跟老同学见面。 问题 一,老高来的时候下没下雨? 二,老高闭了夜以后在上海吗? 三,老高什么时候跟老马见过面? 老同学,你好你好,快进来坐。 老高你好你好,对不起,我来晚了。 没关系,我来的时候外面刮风,刮得有点大,路上怎么样?下没下雨? 路上下雨下了一阵,所以等出租车等得有一点酒,今天说好了,我请客。 你太客气了,你回上海,应该我请你,我都点好菜了。 你现在回来工作了,我以后可以经常跟你见面,以后你再请我。 客气的是你,老同学,谢谢了,闭了夜以后,我没在上海,现在能回来,我真的特别高兴。 你说,我们有多久没见面了? 张老师六十岁生日的时候,我们见过一次面,对吧? 对,那已经是几年以前的事儿了,今年张老师都六十五六了吧。 你还记得吗?张老师年轻的时候爱好体育,喜欢游游泳,跑跑步,而且他打球也打得非常好。 没错,读书那阵,他经常带我们一起去爬学校后面那座山。 他带着班里十几个同学一起唱着歌爬山,特别好玩。 张老师现在上不上课? 不上了,去年我到他家里看他。 他说自己现在每天在家里看看书,写写字。 晚上吃了饭和妻子出去散一个小时步。 老师现在身体好吗? 他身体很好,几年没生过病了。 他还说等他七十岁的时候,要再请一次课, 跟以前的老同事和学生们聊聊天,喝喝酒。 一,老高来的时候下没下雨。 路上下雨下了一阵, 所以等出租车等得有一点酒。 今天说好了,我请客。 二,老高闭了夜以后在上海吗? 客气的是你,老同学。 谢谢了,闭了夜以后我没在上海, 现在能回来,我真的特别高兴。 三,老高什么时候跟老马见过面? 张老师六十岁生日的时候, 我们见过一次面,对吧? 对,那已经是几年以前的事儿了。 今年张老师都六十五六了吧。 第二遍,听录音并跟读。 老同学,你好你好,快进来坐。 老高你好你好,对不起,我来晚了。 没关系,我来的时候外面刮风,刮得有点大。 路上怎么样?下没下雨? 路上下雨下了一阵, 所以等出租车等得有一点酒。 今天说好了,我请客。 你太客气了,你回上海,应该我请你, 我都点好菜了。 你现在回来工作了,我以后可以经常跟你见面, 以后你再请我。 客气的是你,老同学,谢谢了。 闭了业以后,我没在上海, 现在能回来,我真的特别高兴。 你说,我们有多久没见面了? 张老师六十岁生日的时候, 我们见过一次面,对吧? 对,那已经是几年以前的事儿了。 今年张老师都六十五六了吧? 你还记得吗? 张老师年轻的时候爱好体育, 喜欢游游泳,跑跑步, 而且他打球也打得非常好。 没错,读书那阵, 他经常带我们一起去爬学校后面那座山。 他带着班里十几个同学一起唱着歌爬山, 特别好玩。 张老师现在上不上课? 不上了,去年我到他家里看他。 他说自己现在每天在家里看看书, 写写字。 晚上吃了饭和妻子出去散一个小时步。 老师现在身体好吗? 他身体很好, 几年没生过病了。 他还说等他七十岁的时候, 要再请一次课, 跟以前的老同事和学生们聊聊天, 喝喝酒。 第三遍, 听录音并跟读。 老同学, 你好你好, 快进来坐。 老高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对不起, 我来晚了。 没关系, 我来的时候外面刮风, 刮得有点大, 路上怎么样, 下没下雨。 路上下雨下了一阵, 所以等出租车等得有一点酒, 今天说好了, 我请客。 你太客气了, 你回上海, 应该我请你, 我都点好菜了。 你现在回来工作了, 我以后可以经常跟你见面, 以后你再请我。 客气的是你, 老同学, 谢谢了, 闭了业以后, 我没在上海, 现在能回来, 我真的特别高兴。 你说我们有多久没见面了? 张老师六十岁生日的时候, 我们见过一次面, 对吧? 对, 那已经是几年以前的事儿了, 今年张老师都六十五六了吧。 你还记得吗? 张老师年轻的时候爱好体育, 喜欢游游泳, 跑跑步, 而且他打球也打得非常好。 没错, 读书那阵, 他经常带我们一起去爬学校后面那座山。 他带着班里十几个同学一起唱着歌爬山, 特别好玩。 张老师现在上不上课? 不上了, 去年我到他家里看他, 他说自己现在每天在家里看看书, 写写字, 晚上吃了饭和妻子出去散一个小时步。 老师现在身体好吗? 他身体很好, 几年没生过病了。 他还说等他七十岁的时候, 要再请一次课, 跟以前的老同事和学生们聊聊天, 喝喝酒。 第四遍 听录音 老同学, 你好你好, 快进来坐。 老高你好你好, 对不起, 我来晚了。 没关系, 我来的时候外面刮风, 刮得有点大, 路上怎么样? 下没下雨? 路上下雨下了一阵, 所以等出租车等得有一点酒, 今天说好了, 我请客。 你太客气了, 你回上海, 应该我请你, 我都点好菜了。 你现在回来工作了, 我以后可以经常跟你见面, 以后你再请我。 客气的是你, 老同学, 谢谢了, 毕了夜以后, 我没在上海, 现在能回来, 我真的特别高兴。 你说, 我们有多久没见面了? 张老师六十岁生日的时候, 我们见过一次面, 对吧? 对, 那已经是几年以前的事儿了, 今年张老师都六十五六了吧。 你还记得吗? 张老师年轻的时候爱好体育, 喜欢游游泳, 跑跑步, 而且他打球也打得非常好。 没错, 读书那阵, 他经常带我们一起去爬学校后面那座山。 他带着班里十几个同学一起唱着歌爬山, 特别好玩。 张老师现在上不上课? 不上了, 去年我到他家里看他, 他说自己现在每天在家里看看书, 写写字, 晚上吃了饭和妻子出去散一个小时步。 老师现在身体好吗? 他身体很好, 几年没生过病了。 他还说等他七十岁的时候, 要再请一次课, 跟以前的老同事和学生们聊聊天, 喝喝酒。 Good job! 你说得非常好! Please finish the practice task for this lesson. Keep reading the material in this video one time per day to improve fluency. And whenever you're ready, move on to the next lesson. Also, don't forget to sign up on our website to get more learning materials. And please like, subscribe, comment and share. Thanks a lot, and I'll see you next time. Xiexie zaijian! Xiexie zaijian! Xiexie zaijian! 感谢观看